慕智阳兴奋的跳动两下 像是在热身似的 他用盾牌护着自己的头 往前移动了几步 也是像模像样的 事实上 自从上次做《无龙山野人案》受伤以后 慕智阳就专门的学习了一番 一中队的中队长武军豪也不吝教导 用武军豪当年的话说 这年月 在遇到哪只手枪就霍霍的歹徒 你就当是中奖了 领导 前后夹急 别给他挟持人质的时间 慕智阳催促着 又喊王传星 申耀伟等人排自己身后 组成了一支临时突击小队 郑天心回头看看江远 心道 你这些手下还凶得很 江远看慕智阳等人情绪高昂 倒是挺能理解他们的 江远基案专班的成员 都是非常有闯进的警员组成的 要是没有想立功 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心思的话 是不会大老远的借掉到江远手底下的 他的基案专班的工作量不低 甚至压力巨大 工资福利还比不上长阳市的普通警员 大家图的就是有所成 有所胜 江远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要是讨论性价比 专注于仕途的进步的话 江远做法医都是没意义的 假定案犯是一个人的话 可以让慕智阳他们是仪式 他们也都是有训练过相关科目的 江远表达了支持的意思 令郑天心有点意外 要说训练 其实大家都是有训练过的 警察本来就是暴力机器 看美国的警察 一两人 两三人 顶着枪声冲出去 都是常有的事 国内的警察不敢冲 并不是警察不敢冲 而是领导怕出事 对领导们来说 宁可用三五百人去耗死一名持枪歹徒 或者宁可等几个小时 等武警或特警过来处置 也不愿意让普通民警上阵 这样的情况多了 许多民警自己都不愿意上去了 但这种情况 显然不是正常态 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 明明是经过了充分训练的警察 经常让他们做着许多危险的工作 可到了有枪械出现的时候 警察们突然就变成了瓷娃娃式的 如果一名持枪歹徒需要两百名刑警跟他号一天的话 那就得有上百件的盗窃案数之高格了 一年365天 命案要全员出动 持枪案要全员出动 开大会要全员出动 大领导出行要全员出动 那留给大家做普通案件的时间 又能有多少 江远自己也是经历过枪战的人了 如今想来 当时的恐惧是真实的 事后复盘 许多地方也确实可以做得更好 慕智阳大概也是一样的心态 淋过雨的人 又何惧在雨中再走一趟 何况是防护周全的 比起一天天的熬资历 慕智阳更愿意冒一点点的风险 江对 他们是你的人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也不反对 郑天心能猜到一点这些年轻人的想法 虽然不是很赞成 但老实讲 对面一只小手枪 几方几十号人 有防弹衣 有头盔 有盾牌的情况下 冲过去起码两个三等功网上 年轻人想拼一下 也很正常 他自己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抓住几个机会才拼出来的 按部就班的工作 除非是像江远这样的技术天才 破案高手 否则 大部分人就是一辈子的干警 加班加到头发稀少 熬夜熬到肝脏硬化 写报告写到满腹油脂 还不如挨一枪子 那让木智阳他们试试 江远向木智阳等人确认了眼神 郑天心点点头 道 给你们带三支枪 尽量不用 他让人去取枪了 又回头看向自家队伍 道 你们有想法的可以一起去 也是个机会 跟前两名刑警笑嘻嘻的没吭声 他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 有家有室的 也看透了 都没有兴趣上去拼命 别说要了姓名 就是受个伤 以后腿疼腰疼的 也不觉得划算 郑天心的目光已远了一点 就有一名毕业没几年的小年轻 忍不住跳了出来 郑知 我想去 行 郑天心答应了 总不能让客军冲锋在前 己方独享其成吧 有一就有二 很快 附近几辆车的年轻警员里 站出了一半 算算也有小时个人了 这边 穆智阳等人 已经是带着枪 顶着盾牌 从右侧的自建房迂回到了田香家的楼下 鲁阳市刑警大队的警员们则是分成了两队 一队从左侧的自建房迂回 另一侧绕到了背面 跟此前到达的民警们会合 准备从后面翻墙进去 等于说 除了正面的十几辆警车依旧闪着警灯 其他三面都有了强攻的队伍 田香把自己藏在二楼的窗户后面 只偶尔伸头看一下 仿佛担心被狙击枪干掉的样子 既看不到警察们在做什么 看到了估计也不懂 同时 他又忍不住挥避狂呼 稍微有点精神不太稳定 当然 很多人遇到类似的 被几时上百个大汉围起来 说要拉你去枪毙的场景 也都会精神不太稳定的 郑天心这边 一名刑警举着盾牌 手持扩音器 高喊着 里面的人听着 你已经被我们重重包围 说话的时间里 穆志阳在两名同事搭手箱台下 直接扒进了田香家的二楼 都是练过的标准动作 就是用到的机会太少了 哼 玻璃碎裂的声音 莫名的跟枪械的声音有点像 但前面刑警喊话的声音太大了 以至于相隔一个房间的田香 根本没听到 穆志阳就地一滚 小盾牌从身后抽出来 同时丢了一根绳子下去 并用脚抵住窗台下沿 后面的刑警稍微借把力 也就攀了上来 这些继战术动作 特警们练得更多 但普通刑警也要练 通常来说 是离开学校越久 动作变形就越大 前面上来三四个人以后 穆志阳咚咚咚狂跳的心就减速下来了 到这个时候 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 就看田香有没有劫持人质 以及会不会死了 一队六人全部上楼 其中一人下楼去开门 剩下的就缓慢的向前 很快 就听外面连续传来砸窗户的声音 田香再次探出头 高喊 别过来 穆志阳打了个手势 举着换上来的大盾牌 直接就对进了房内 砰 田香再次开枪 打到盾牌上 连个火花都没溅起来 咚 穆志阳直挺挺的连人带盾牌 冲到了田香身上 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的 就将只撞上了墙 盾牌猛急 壁咚 电棍 电棍 田香一句国骂没出口 人就从墙上滑了下去 别电了 成了 成了 穆志阳帮田香挡开了第三次电击 再取开盾牌 看着田香 就像是看新捕捞上来的野生大黄鱼一样 金灿灿的